HELLO 大家好 通常來到意大利大家都是會想到去看古蹟 去Shopping 或是去碧海藍天的海岸 但其實冬天的意大利也是非常好玩的 像是說滑雪啊 不用多說在這裡是非常盛行與成熟的 歐洲人師之稱他們為白色鴉片 還記得我們小時候地理上交的歐洲的最高峰阿爾比斯山脈 它裡面的白朗峰Mountain Bianco 就在意大利的邊境上 這個平常說到意大利的滑雪 大家應該比較會聯想到的是Dolomiti 那我這次要介紹另一個足以跟它媲美的地方 就是在另外一頭的Ballet d'Aosta 之前我影片裡也有介紹過 夏天有什麼東西可以在這裡玩 可以來這裡回味一下 其實對歐洲人來說 Ballet d'Aosta是很有名的 我之前也介紹過一些電影他們會來這裡拍 那因為我們亞洲人語言上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搜尋到的一些意大利景點 大部分就那些 所以大家是對Dolomiti比較有一點印象 那像我這次要來分享的滑雪場 除了意大利他們自己的人會過來以外 還有法國瑞士還有英國人他們常常會席家帶捐 然後一些滑雪學校或是一些專業的滑雪隊 他們每年會固定來這裡訓練來滑雪 可見在這裡滑雪的歷史有多悠久 所以啊如果你是對滑雪非常有興趣的人 蠻建議你來這裡玩玩看的 在這裡有幾個三四個雪場吧 那我去的是以自己旅遊來講最方便的一個 與我在雪場是怎麼穿搭保暖的 最後有以我一點淺薄的經驗 在網路上搜尋到的一些資訊 來簡單的統整一下 誰會適合來這裡玩呢 我這邊來簡單分享一下滑雪穿著 之前我已經在IG上有分享一些 那裡會比較詳細一點 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我的IG上看看 那去滑雪場穿的厚穿的多 不代表就保暖 一定要穿的對彩心 在這個雪季我已經去了滑雪場 不下十次 有時候有滑雪 有時候沒有滑雪 溫度應該是在0度到-6-8度左右 我都是這樣子穿的 基本上對我來說這樣子就已經很足夠了 如果你非常怕冷的話 你可以在裡面再多加一件 第一層就是穿在裡面主要是保暖 那很重要的一點要吸汗跟酥乾 千萬不要穿那種免體免質的 那網路上大部分都是講說 裡面就穿一些就是滑雪的那種 機能衣就是合身 然後會保暖的那種 那我自己是穿那種 UNIQLO的那種發熱衣 就這種 或是說有高零的發熱衣 我就會穿這種 然後褲子那大褲裡面 在滑雪褲裡面的褲子也是保暖的 那我也是穿UNIQLO的發熱褲 我自己蠻建議挑大一點的 對因為你太合身的話 我自己覺得那個活動起來不方便 如果你又要滑雪 我自己不喜歡那種緊緊的感覺 所以我建議褲子的話 內大褲的話可以再大一點 那我有看過人家專業的是說 因為其實你在滑雪的時候 就算你只上一個小時的課 你認真上衣裡面其實會大爆汗 所以如果說你只是上短暫的幾個小時 像我這種新手的話 我大概上個一兩個小時 然後自己滑個一個兩個小時 緊繃三四個小時就差不多了 我這樣子的情況 我其實穿UNIQLO的發熱衣是OK的 但是你如果的運動力強度高一點 就還是比較建議穿那種 機能衣那種吸汗的效果會比較好 對我之前有試穿過那種 不是專業不是滑雪專業的那種 保暖衣就是那種肉色的 阿嬤型的那種很合很合的那種 衛生衣在裡面 是很暖沒有錯 可是我那時候上完一個小時 裡面大爆汗 然後汗一直排不出去 我又脫不了 所以我那時候整把我的外套 整個拉開來透氣 一次還好 但是我以後就再也沒這樣穿過 因為那樣真的裡面是濕的很不舒服 所以一定要穿對 一定要穿真的是會吸汗 滿素乾型的 襪子 滑雪襪 一定要穿那種專業的滑雪襪 你的腳才不會冷著 然後夠包暖 你後面你的活動什麼的才會方便 不然你那個腳也開始覺得動 整個人會感覺到非常的冷 你其實就不能盡心的在滑雪場玩了 一定要穿專業的滑雪用品 像我這種我也是買那個 迪卡農他們最便宜的滑雪襪 最基本的滑雪襪就非常暴暖了 我每次去上去都是穿這個 很好穿 然後再來第二層 第二層就是穿那種 上衣的話就是穿那種刷毛的 像我這個就是迪卡農最便宜最基本款的 也很好穿 那我這裡也比較建議也是不要買合身的 你合身這裡有點KK的時候 你在滑雪的時候其實不是很舒服 我建議會稍微大一點比較好 大一個尺寸也很OK 一兩個尺寸其實都行 然後我是像這種這種 牌子的很多滑雪他們都有做這種毛茸茸的衣服 我自己覺得非常好穿 也非常的舒服保暖 再來的話就是滑雪褲 滑雪褲 一定要穿專門的滑雪褲 那專門的滑雪褲也會比較防水 你在滑雪的時候 初期一定會常常摔不摔得很便 你如果穿的不是專業的 你既不能保護到你自己 那你的褲子也容易濕大大 你在山上你只要拿一個部分是濕的 你沒有讓它容易乾 你體感上會非常的冷 會很有凍傷的感覺 所以那種滑雪褲 你可以挑好一點的 就是挑專門的 迪卡農的也非常多人穿 很建議可以買迪卡農的 你那種挑的好的話 都可以穿很久 然後我還建議一定是 你的褲子一定是要兩層 是不是兩層 就是像這樣子 你裡面這一層 你才可以包裹在你的血褲上 這樣你才不容易有其他的血 你疊到或什麼時候 你才那個血才不容易透進去 才可以真正的保暖到 好等一下我最後再來分享滑雪外套 然後其他是一些配件型的 像滑雪手套很重要 我滿建議其實要有那個 這裡有個綁帶的 然後可以靠在這裡 你就不用說你脫掉的時候 一直拿著 不是找地方塞 我這種就是要找地方塞 其實沒有那麼方便 然後 不管你有沒有要滑 如果你在滑雪場的話 我還是強烈建議 你要帶這種專門的滑雪手套 不然你拿那種普通的毛絨絨手套 或棉紙手套上去 你隨便碰到一下血 你的手瞬間就會失掉 然後在身上很難乾 你那種毛絨的東西才是很難乾 然後你的手就開始非常非常的冷 冷到你只想趕快下山一下都不想像了 所以還是那句話 你如果要去滑雪場 你身上的東西一定都是挑滑雪用的比較好 然後微薄 我這種是最基本款的 看起來很薄 然後就是套在這裡 有些人他也會整個這樣蓋起來 因為你的身上 你做那種C-Jomia的時候 藍色的時候 你面部會一直吹到風 其實會很冷 會乾乾的 所以 這是最基本款的 有些人的 他們是只露到眼睛 會整個這裡包覆起來的 那種我朋友也是說 有用 他說很好用 我來分享一下他後來 最後調整他自己的裝備 最後用到是這種 毛絨絨絨的 還可以掛在安全帽上 他自己是說非常的舒服 但我也很想買一個 然後 講 我剛剛不是一直有說 一定要用滑雪用的東西嗎 因為一開始我上去的時候 我想說 啊微薄就用平常 我們自己平常穿衣服的時候 會用到那種 剪在微薄就好了 結果那時候帶這上去 他裡面還是容易透風 透風也就算了 因為他不是滑雪用的 所以他整個圍在這裡的時候 你整個行動上 你滑雪的時候 你要一直去調整他 很不方便 有時候甚至還會影響視線 不建議帶 非滑雪用的東西上去 像這種超難用 然後帽子的話 嗯 我如果沒有滑雪 我就是普通的那種毛毛 其實 然後如果有滑雪 我就會帶那種 嗯 滑雪用的濃頭盔安全帽 那很多歐洲人 他們自己已經會滑雪的 他們其實也沒有在帶 安全帽 他們很多人就會帶這種 厚的毛毛 普通的厚的毛毛上去 然後再帶個雪鏡在這裡而已 這就看你們自己決定 然後我等一下這裡會放個 嗯 我滑雪外套 滑雪外套 強烈建議 也一定要用專業的 專門滑雪用的 不要穿你自己 隨隨便便的 和外套上去 因為你一樣 剛剛像手套一樣 你要有防水的功能 然後防風的功能 然後像我的這件 我是在澳洲買的 它裡面那個透氣網布 也是真的讓你 嗯 既透氣又保暖 然後裡面又有夠多的 拉鍊 口袋 你再放一些雪票啊 或是一些小錢包 的話 你會比較方便 因為你如果是去滑雪 你基本上 你身上都是已經 穿帶好滑雪裝備 你不太適合 在大包小包的 被一個包包上去 所以通常我上去的話 我就是會把 拿到我 拿出我最小的錢包 把錢卡 全都塞進去 然後放在我的和代理 然後再帶個 護唇膏啊 雪票啊 然後手機 這樣就差不多了 不建議帶太多東西 你會很不方便 你又穿著雪雪走的話 你要還要護雪雪 還要拿板子 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樣 雙版的人 你還要拿雪杖 對 反正東西就是經濟 那其他雪裝備的話 像雪版啊 不管你是雙版單版 然後安全帽啊 雪絮啊這些 其實都可以在滑雪場 那邊租街道 然後像雪鏡啊 手套這些東西 是基於個人衛生 所以通常滑雪場 他們不會租街這些東西給你 建議你自己 一定要先準備好 如果你要去租街東西的話 你一定要抓好時間 提早上去 不然你有時候 假設你不信 你遇到太多人的時候 你要等很久 像那種雪鏡 跟手套 我比較建議你在哪 在你出發前 你在準備你穿著的時候 你都先跳好 不要去滑雪場那裡再跳 再想辦法買 因為像 我去的這個滑雪場 它是在你山下 搭纜車的那個地方 有一家有在賣 但是你搭纜車 坐到上面 滑雪的地方 你整個時間可能是要 二三十分鐘 那你想像你如果來回 你就是浪費掉一個小時 這個前提下是人不多的時候 所以 非常建議你在家裡的時候 在準備你滑雪穿著的時候 都把你的雪鏡 手套這些東西都準備好 不要想著去現場 會不會有地方可以買 盡量不要降下 你都是先準備好 才不會浪費你自己出遊的時間 那我這次去的是一間叫 皮拉的滑雪場 在阿奧斯塔是非常的方便 它搭纜車的地方 就在火車站附近 滿路意大利他們當地人 就是自己就是 背個雪板 然後再帶個鞋子 然後來這裡 然後有一群朋友的話 他們就可能就會 叫個計程車搭過去 不然有些人就是自己很熟 他們自己也就走過去 那通常如果我們要去滑的話 我們早上9點10點就會出門了 那購票出以後 你可以先買票 或是你也可以先在網路上 就先預訂好票 然後就搭旁邊的 剛剛我說的那個歐歐比亞 搭上去 然後到一個平台以後 你要再搭那種 就是整屁股這樣坐下來 然後這裡的體內 拉下來的那種C9VR 再搭上去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盡量都提早一點上去 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還有報名教練課的話 更是要提早一點時間 基本上這裡有非常多的外國人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他們對大家都很友善的 如果你是小孩子 他們也會看到你有小孩子 會幫忙把你的小孩子 放上去做那個C9VR 這個C9VR 在那裡來後的這個地方 它是 算是新手村的地方 這裡有滑雪學校 一些Bar 一些餐廳 還有租借滑雪用具的地方 跟旁邊有個那個包包腕 那裡就是給小朋友 他們新手生在那裡 練習第一堂課的地方 這個滑雪場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 有一點點滑雪金 有滑雪基礎的人再來玩 第一點 因為像我自己是個運動白痴 那這裡並沒有中文教練 或者是這個學長 他們自己的教練 並沒有中文教練 你如果自己有辦法 在意大利的地方找到 那也是可以的啦 但是這個學長並沒有 所以這裡要嘛 就是用英文 或是用意大利文上課 那 我兩個語言都沒有那麼好 英文還不是那麼型 對 所以吸收能力上有限 第二 我在搜尋這個滑雪場資料的時候 我看到蠻多就是滑雪老手 他們評價這裡 蠻適合一些中階 或是高階的人來 這個學道夠長 那他們的路線也比較多樣化 好像是有四條藍道出階的 那二十一條紅道就是中階的人 還有四條黑道就是比較高階的人 雖然說藍道是出階 但是還是要有一點穩定基礎的人 才比較適合去滑落 我剛開始學滑 但是還不是很穩的時候 有一度想上去挑戰 但那天剛好下雪 然後霧也挺濃的 那個能見度沒有很好 我才剛從那個C9VIA下來 要滑一點點 我就太緊張了 因為那個斜坡有點斜 因為我還很心很彩 然後滑了1mm以後 我就決定放棄 因為那時候那個滑雪場的時間 關門時間也快到了 差不多5點那個C9VIA 就是就會停時了 你如果沒有搭到C9VIA 你就要自己滑下去 去搭那個OVIA 所以那個時候我沒有把握 可以在那個短時間內滑下去 然後我就厚著臉皮的往上爬 去拜託那個欄車那邊的人說 可以讓我坐回去 然後但是他們學長是有規定的 你可以坐後面這種C9VIA 上來到這個藍道 可是你是不可以再坐C9VIA 回去的 所以他們就派了那種 救援用的雪地摩托車過來 然後把我送下去 那那個沿路摩托車 它也是走滑雪的同路線 有一點邪度喔 然後儘管我在那個摩托車上 我都還是會覺得心驚膽症的 所以在此這裡奉勸一下各位 你們如果要挑戰前 一定要先奮戀自己幾兩種 不要像我一樣 只要黏到上去 然後結果不敢滑 然後也要算一下自己的時間充不充裕 再過去挑戰 飲食的話我在這裡吃了幾次 我大部分都是在那個 剛剛我說到 C9VIA下來那裡 就是有新手區啊 然後學校 Bar跟餐廳那裡 大部分都是在那裡吃 我自己覺得蠻好吃的 價格也就還好不會便宜 不會太貴 其實它這個滑雪場 做的時候在各個地方 都會有一些餐廳 那我就是比較菜嘛 所以我不太敢滑 一些太難的地方 我都在那個 最簡單的區域那邊吃 然後這裡要提醒一下滑雪 其實非常耗體力 所以你在滑之前 一定要吃一點東西 千萬比較空腹 跑去做這個運動 那買票時都會規定一定要保險 滑雪的過程 就是在享受那個 滑下來的那個速度感 真的很好玩 而且你真的挑戰成功的時候 非常有成就感 那這個運動一定存在著 一定的危險 這個保險是不可以省 就算你有買保險 你還是要非常注意安全 如果你能力還不及去做一些 比較難的一些到的話 你就還是在平常地方先練習一下 再過去 對 請不要逞強 我在那裡看了幾次那個直升機 來來回回接送人的 費用 這是我第一次滑雪 所以我並沒有辦法去比降 中國滑雪 或是日本韓國滑雪的費用 但我在小紅樹上看到一個滑雪老手說 其實在義大利的滑雪算是滿便宜的了 你那個Ski Pass 嗯 價格一天大概是 45到55歐 不一定 要看你那個淡忘記 你如果可以提前在網路上限定 會比較便宜的 多添一點 他一定都是會有折扣的 那如果像雪具租借的這些的話 你如果加板子 加雪靴 加頭盔 一天也差不多是30到35歐左右 你當然你多做借幾天 他也是會算你比較便宜的 那在這個理學地的話 這個雪場教練費用的話 一個小時差不多40到46歐不等 你也可以多人一起去上 可以平單掉那個費用 那這裡小提醒一下 6日 5、6日的時候人會比較多 現在這個季節 現在是幾月 現在是2月 2月的時候 我們這個雪場 就會有很多像英國他們滑雪學校來的人 所以差不多5、6日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很多大巴 他們就是在一些專業的學生 或是一些 新手他們來學 然後就比較多團體班 人會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是在旅遊 你想要玩的話 還要建議挑在平日一點過來玩 然後我剛剛提過那個穿著非常重要 你只要是用滑雪專用的 體力不會有錯 好 以上就是我這次 在第一次在意大利滑雪的經驗分享 提供你們參考看看 如果你們有興趣就歡迎過來這裡玩 這裡的雪季 差不多到4月初就結束了 那就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然後他們歐洲人很多人都會去用迪卡農的 所以如果有預算上的限制 也蠻建議可以買迪卡農的 我自己也買了幾次 蠻好用的 真的蠻好用的 好有趣 這裡面那個 進去 進去 這樣 進去 好 睡好 伏よし 河 практически follow considered